好的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丹丹です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丹丹 歡迎收看今天的原神奇神召喚時間 好歹那麼這一次在原神3.7 對3.7吧3.7改版的時候 推出了我們這個奇神召喚的活動 然後最近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中國 或者是日本他們對於奇神召喚的活動 其實也開始在舉辦了 所以我在想未來可能在台灣這邊 或許也會有七聖召喚的活動出現啦 那剛好趁著這次活動我也是回來玩 不過我也才摸個兩三天 終於是把這遊戲的一些機制 一些效果等等搞懂了 那今天我就用一個過來人兩三天學會的身份 來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簡單的速刷套牌好不好 那大家如果對於遊戲機制上面 有什麼比較想要學習跟認識的 有興趣的我也可以再做一支影片 跟大家好好講解遊戲本身的機制 不管是結算的順序 或者是起手的流幻的一些應對等等 如果有需要我們再做一支影片了 好的那我們馬上就進入我們今天的牌組介紹環節吧 好啦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牌組呢 就是一套吃飯流好不好 吃飯流很餓 什麼食物都吃的一套牌組 非常非常簡單幫助你 可能之前沒有玩七聖召喚 或者是這次活動回來沒有卡的玩家 讓你有辦法可以去在這次的活動去刷出金幣 或者是去打一些可能像是這次的五聖的活動之類的 那首先呢我們出戰陣容會帶上香菱 雷神以及莫娜 我們會帶上這三個 那基本上就是利用雷神本身的大招 這個奧義夢想增說 利用這大招去幫助後台的兩隻角色去做充能 充能完之後利用他們打出火跟水的元素反應 來去奠定你戰局的勝利喔 那我們出戰的牌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食物帶滿 然後仰賴了三張的資源牌 首先是這個卯師傅 那我們在打出料理之後會隨機生成一個元素骰 那就是幫助我們去多一費 然後還有這個旭東 旭東的話可以幫助我們打料理石少花兩費 所以我們的骰子全部都可以拿去打這個傷害 然後還有這個兩費的營養袋 那在這一套營養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張牌 進場的時候會直接抽一張料理 那我方打出料理的時候會再抽一張料理 所以我們的料理會是源源不絕的 不會斷手牌的一套牌組 但是這套也比較吃你起手骰子骰出來的反應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臉比較黑的玩家 這套可能會有點小小的不適合你 但如果想玩 然後你的骰子反應骰的不好的話 也可以考慮去帶這個一費的 那你可以去帶這個一費的群浴格 保證你起手的兩個元素類型的骰子 這東西就看健人健之要不要帶 反正我自己的構築就會是長這個樣子 多數的食物 然後再搭配三張的資源牌 然後去做一個搭配 那這一套的玩法也非常簡單 我們就直接進我們的實戰片段 來看一下這一套 在實戰上面應該要怎麼玩喔 好的那我們來到我們實戰片段第一把 來看一下這個對局 我方拿到一個先手 那因為我才回來玩兩三天 所以其實還是對蠻多的角色 在戰局變化有點不太確定 那首先我們起手流幻呢 會去找我們跟他提到的三張資源牌 分別是兩位人物以及營養帶 所以我們起手看到食物全幻 去找剛剛提到的那些東西喔 那這邊的話 因為有機制的關係 所以找到這幾張機率超級高的 那到時候會再做一支影片 跟大家去做一個講解喔 好首先呢 那我們這一套是一律這個中單的這個 這叫什麼 雷電將軍站中間好不好 我們直接中單先把它充滿能 充滿能之後再去做這個 呃其他事情 那因為我們要充能嘛 所以我們需要大量的雷元素骰 才可以去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雷電將軍本身需要一費 然後或者是你如果開眼的話 要三個墊 所以它是 呃 你第一回合是一定打不出這個 夢想傳說的 以這套牌組來說 所以我們起手呢 只需要留至少兩顆墊 因為如果你真的墊 欸不好意思 不是什麼墊 雷啦 不好意思跟這裡講 雷 你起手至少留兩個雷 你再怎麼樣都可以打兩次的普攻 那你下一層就可以去做到這個奧義 但如果你起手像這張雷很多的話 可以考慮開一個眼跟一個原流 所以你需要四個雷 那我們四個雷元素骰這樣是夠了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直接 起手流 或者是反而旁邊也可以去甩啦 我們只要至少四個雷就可以了 好 好 那這邊來看一下 那這一手是對手先手 那因為我們手上是有這個 瘦肉薄荷卷的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一直打普攻 可以 減蠻多費的 那我們這邊可以考慮一下 這邊這個先打 這個就不先打了 我們可以 先抽東西 不急著抽 我們先打 先讓他吃 然後平A 開始平A 我們目標就走一個 雷電將軍在第二個回合一定要開到大 因為我們這一套的話 喔對方選擇回合結束 他把費用打乾了 那我們就慢慢打吧 我們這邊可以考慮直接開眼 開眼之後打營養帶 也可以 那我們開眼打營養帶好了 或者是打蓄營養帶 我想一下 我們的料理有點不太多了 所以我這邊可能會打營養帶 去找料理 好 然後回合結束 換對手 那我們利用這個二藥之眼 去幫我們掛雷元素反應喔 因為我們有八血 所以我們保證下一層是一定可以開到大招的 但我們下一層大招需要四個雷元素能 所以我們這邊去骰掉 重新骰掉 雷雷雷雷雷雷 不反應的 然後可能要吃個補 吃一些食物去扛一下 就這邊直接凍結 問題不大喔 我們就切 他要搶下一層的先手 他這樣打完就是要搶下一層先手 那我們倒也還好 反正切香菱 然後他這邊會直接 可能再打一個Token 然後回合結束吧 切腳 好 我們這邊就把手牌花一花 傷害解惡 我們這邊幫雷電將軍補血 然後打個鍋巴 打個鍋巴放著吧 鍋巴 但問題也不大喔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 還不錯的反應 一個超仔 然後會切 這倒也還好 問題不大 所以你看就算我們這一把 呃 沒有辦法開出 馬上開出雷電將軍 幫我們後台去做充能 也沒有關係喔 問題也沒有爭得到很大 那我們騎手可以留 水元素 等一下可以 真的不行就切莫娜去打水元素 所以騎手留兩個水元素 火的後啊我想一下 火的後啊 因為他大招要四火 其實有點多 但不是不能留看看 看這邊骰完怎麼樣 骰得普普通通 這把看起來高機率 戰時雷電將軍是不會出來拍打了 那對手是直接打一個元素爆發 打發 我們這邊可以切莫娜 切莫娜去打一個反應 水雷的反應 然後等一下回合結束 再打一個雷跟火的反應 那對手是用他做一費去切 去規避掉這件事情 去規避掉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也沒差 我們一樣可以上 我這邊一樣可以上一個反應 然後反而我們可以切回去 所以他這樣換的話 其實對他就比較沒有幫助 我們這邊直接香菱把他帶走 然後因為我們香菱血剩的比較少 所以我們這邊也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切到其他角色 去規避掉對手等一下的傷害 因為對手都沒有充能了 所以他在下一個回合 第一手一定不會帶走我的雷電將軍 然後我們再繼續打一個反應 再一個超仔 然後超仔他會切角色 切到達達莉亞 然後這邊上水 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我們需要四個雷嘛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真的忘記的話 就要像我這樣一直點回來看 我們需要四個雷 然後對手我們剛剛提到 就達達莉亞的身上有被掛水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高機率是可以打到一個 感電的 我們高機率可以打一個感電 這邊換一下 三雷 大招又開不出來 到底是想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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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三 減傷吧 這邊吃一個減傷的 然後開個眼 奇怪好衰喔 打不出大招啊 這把 真的是打不出大招啊 骰的真的不是太好耶 這幾把 他沒廢了 我想一下他沒廢了 我其實這邊可以考慮直接按回合結束耶 補個血然後按回合結束 補個血按回... 喔沒有沒事 都吃飽了 因為我們剛剛有吃減傷 那這邊直接按回合結束 我們去搶下一回合先手 反正對手剩兩費 對手再打一個離岳港 所以他回合結束會多抽牌 這邊打一個桿墊 這邊有那個先跳牆 先跳牆的話看拜託了 雷雷雷雷雷雷雷 呃有機會兩顆雷 哇 好啊 那這樣怎麼辦 再減傷吧 然後再打一個補弓 然後再打一個補弓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 對手切腳 想一下 我們也切腳嗎 切腳切回莫娜好了 切回莫娜的話 我們至少還有一個 水元素反應可以去擋 對手這邊是派蒙 對手這邊是派蒙 好在這邊打一個平A 一傷 那我們就直接上這個元素 上元素之後這邊會打一個桿墊 他應該是會回合結束啦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是打後手 所以我們後手的話 莫娜會被打一個元素反應 但問題應該不是太大 畢竟我們現在優勢是大到不行 你看我們就是即使骰這麼爛 我們前期搶到 第一回合搶到的優勢在這邊 就展現出來了 那這邊打一個桿墊 好再補一個傷害 下一層沒意外的話應該是可以輕鬆收掉 這邊爆牌就算了 反正我們手上的資源很多了 對方先手 對方先手 我們看一下 留這三色吧 至少如果骰到這三色 至少還能自己去切角色去打傷害 不是吧格 我必須認真講這把是真的很衰 真的很衰 美術戰技打 五傷 還行 對手剩三費 三費 三費他是還有機會再補一個平A 可是補一個平A我有4滴血 上一個盾好了 上一個盾然後去打一個 打一個平A 他大招也是三費 不確定他這邊扣的三費有沒有機會 打一個大招 那他打一個大招 五傷 五傷 對吧五傷嗎 他這邊切角 所以他不會動了 不會動的話 我們有兩個雷 這邊切雷電將軍 因為他不會打人的 所以我們可以切雷電將軍打平A 去把對手的魚人重給收了 但他等一下應該會開大 所以補這個血沒有用 那我們補其他人吧 我們補香菱 剩下的都用不到 等一下就 雷電將軍站中間吧 就站著給他收掉 給他收掉之後 等一下換我們 我們回去 隨便一隻打傷害 因為他剩三血 隨便一隻打傷害 就可以帶走 那我們記得因為我們雷電將軍是要送給對手的 所以我們騎手雷元素骰就不留了 我們去留其他元素的骰子 水元素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切莫娜直接開大了 用這個命定之鬼 打4點的傷害 所以對手是會被我們帶走 然後就算他有補血或扛傷 我們也可以打一個先跳牆去增加我們這個 元素爆發的3點傷害 所以我們等一下莫娜至少是打7點的傷害 非常非常高 這邊元素戰技收掉 那就莫娜 然後直接開大就剛好是打4點 我們就直接打4 收走這一把 那這一把的話真的就是一個運氣很差很差的對局 好不好 所以你看我運氣這麼差都有辦法贏 然後完全沒有開到大招在這一把 有啦最後開了一個大招 但效益不是這麼大 都能夠獲勝的 我相信就是如果牌序跟你的骰子不要這麼差的話 應該是還好啦 應該是還好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再加碼一把比較順的片段給大家看好了 不然這個真的是有點太誇張了 有點太誇張了 好的那我們來到我們實戰片段第二把 這一把我們拿一個先手 那起手一樣去找剛才的說的3張的支援牌 雷神站單中之後看一下 起手雷元素散 一顆 一顆就有點尷尬 3顆雷元素 一般般吧 我只能說一般般 這邊就開個眼 或者是你想打兩次平A去充能也是可以 打兩次平A充能 然後下一層只需要4顆雷元素散 也不是不行 那對手打一個切換 打一個切換的話 我們就直接 把費用打一打吧 毛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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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合結束 那這一套的話我會習慣兩張毛師傅下來 有兩張毛師傅下來的話 可以幫我們生成隨機的元素 有機會去幫我們等一下的骰子會比較好 比較多一點 然後下一層的話我們可以拿到一個先手 還不錯 這邊掛一個雷元素反應 看起來雷元素是有點難骰 我們切角色打反應好了 水元素還蠻多的還可以 這邊先切個角色 好手上是補血補血跟加傷 還要換角色去躲我的那個 躲這個的話那我們就掛個反應吧 這邊直接掛個反應 這邊直接掛個反應 比較可惜的是我們少一個元素 不能夠這邊打完再切回去那個香菱 這就比較小可惜一點了 或是我們直接切香菱去打反應嗎 反正他 直接切香菱打反應嗎 好像也不是不行 但是有點 小拖 感覺沒必要我們直接打召喚物吧 然後順便直接讓莫娜充能 因為等一下他如果不切角的話 他不切角那我們可以打一個雷 再打一個水 那他是蠻麻煩的認真講 那是蠻麻煩的 那是蠻麻煩的 所以不吃 回合結束 打一個桿墊 然後再掛一次水 先跳牆進來 所以等一下我們斬殺限會拉很高 水水火火雷 一樣喔 三元素可以留下來喔 因為已經不打算拼雷神開大了 就是也不說不打算拼啦 就是如果有一拳 給出的雷元素散很多 那那一拳再去做這個開大動作 對手凱雅大招要4能 然後打一個一點的冰元素傷害 4能 這邊的話可以補良血 我們直接補莫娜兩血吧 補良血然後看一下生出來的骰子 都跟我們自己本身的沒有相關 好 這樣子平A下去我們可以開大 那我們就打一個平A 然後等一下開大 因為三點水就可以開大了 開大的話可以直接收掉 所以我們這邊開個大招直接收掉 然後可以切回香菱 這邊可以切回香菱 然後再叫一個鍋巴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補一滴血 你也可以留著下來再補啦 但也沒什麼差 基本上這把已經是妥妥穩贏局了 再打一個4 所以基本上這遊戲最重要的是你角色本身的反應 怎麼去打以及如何去躲對手的反應 然後去走位喔 這個就是比較細節跟比較難的東西啦 不是一時半回跟你講你就會的東西喔 因為這個東西我也還在學 還在慢慢練習 就是怎麼走位啊 怎麼去打一些東西喔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元素骰還不錯 是可以去 是可以去讓雷電將軍開到大招的 我們打一個平A 打一個平A 就可以了 打一個平A然後就可以開大了 所以我這邊切回雷電將軍 對手這回合是先叫奧茲 他要搶下回合先手 剩9 欸剩6費 然後這樣子 那他是人要沒了 我們打一個平A之後 我們大招差一滴 不過沒關係我們手上是有這個 先跳牆的 所以我們直接給雷電將軍吃 然後利用這個先跳牆 加3點傷害直接打7 帶走 然後幫後台去做一個元素充能 那對手剩2滴啦 就是 只要有人可以打出一個平A都可以帶走 好對手打一個平A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把對手打一個 蒸發反應 收掉對手拿下這一把 那這一把雷電將軍也沒有第二次開到大招 但可以看到這一把就是一個比較順的局啦 各種反應都有打到 然後骰摔的骰子也比較好 所以這套牌整體的玩法真的還蠻簡單的 你不用去考慮到你太多手牌的事情 因為你其他套牌 你可能要去想 這些費用應該要怎麼打怎麼打怎麼打 沒有我們就是一直平A一直攻擊 一直攻擊 然後最後去打元素反應 那你手上的補品就只是你的補品 他沒有其他任何實質的作用 什麼時候吃什麼補而已好不好 那這一套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剛回坑玩家 算是蠻簡單的套牌 可以讓你去了解一下這個遊戲本身的機制的一個玩法 好的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 那應該是第一次做七聲召喚的牌組教學啦 如果你們對於整體影片有什麼想法的話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麼我是淡淡 我們下支七聲召喚的影片再見囉 掰掰